真言 第十四章 妇人的智慧建立家世 愚昧却亲手拆毁他 行事正直的敬畏耶和华 偏离正路的却藐视他 在愚望人的口中有骄傲的杖 智慧人的嘴唇必保护自己 没有牛 曹旧空空 土产丰盛 却凭牛的力气 诚实的证人不说谎 虚假的证人口吐谎言 傲慢人网寻智慧 聪明人亦得知识 不要到愚昧人面前 你无法从他嘴唇里知道知识 通达人的智慧使他认清自己的道路 愚昧人的愚昧却是自欺 愚望人嘲笑赎千计 但正直人蒙悦纳 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陌生人无法分享 恶人的房屋必倒塌 正直人的帐篷必兴旺 有一条路人已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人在喜笑中心也会忧愁 快乐的终点就是愁苦 心中被盗的必满尝其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到回报 无知的人什么话都信 通达人谨慎自己的脚步 智慧人有所惧怕 就远离恶事 愚昧人却狂傲自恃 轻易发怒的行事愚昧 擅长诡计的被人恨恶 愚蒙人承受愚昧为产业 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坏人在善人面前俯伏 恶人在义人门口也是如此 穷乏人连邻舍也恨他 有钱人爱他的人众多 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 施恩给困苦人的这人有福 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 谋善的有慈爱和诚实 任何勤劳总有收获 紧耍嘴皮必至穷乏 智慧人的冠冕是富有智慧 愚昧人的愚昧终究是愚昧 诚实作证救人性命 口吐谎言是诡诈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 使人离开死亡的圈套 君王的荣耀在乎民多 没有百姓亡就衰败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 平静的心使肉体有生气 极度使骨头朽烂 欺压贫寒人的 是蔑视造他的主 怜悯贫穷人的是尊敬主 恶人因所行的恶 必被推倒 义人临死 有所投靠 智慧安居在聪明人的心中 在愚昧人的心中 却不认识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百姓的羞辱 君王的恩宠 临到智慧的臣仆 但其愤怒 临到蒙羞的臣仆